佛对于一切众生 世心清净不然 信神说法了 他常常教导我们 学习要受持 读诵为人言书 这一句话 佛在经论上 不晓得讲了多少千遍万遍 我们对经文记不住 这一句话能记住 为什么呢 变数太多了 学佛怎么学 就是这样学法 修行怎么修 也就是这个修法 受是接受 佛在经常讲的道理 我接受 方法我接受 境界我接受 一教奉学 持是保持不实 我真照这样做 这就是我常常讲的 我们起心动念 一切心情 要随顺经典的教诲 那就叫受持 读诵 天天要读经 为人 为人言书 言书是落实的 我把我所学到的 我统统做到 我都能够圆满做到 章家大使教过 学 认定去学 从哪里学呢 从读经 因为佛不在世了 佛不在世 三宝里头 法第一 一法不一人 我们天天读经 经读书了 标准就接力了 我起心动念 跟经常讲的 什么原因 不要说别的 就是十三宝道 我起心动念 有没有他认知 我开口说话 有没有犯的 四种故事 忘语 念试 其余 无可 我身体造作 有没有犯 小导演 读诵大臣 就是每一天 亲近佛菩萨 读经 就是听佛菩萨教会 对于佛菩萨的教训 我们念念不忘 异教封信 所以读诵 不识 我这个经念一遍 就算了 没有人出来 念经 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训 提醒我们这一天 修举正经 是这个意思 管阔 是在佛菩萨面前反省 我再念一遍 佛菩萨的教训 今天我有没有做到 这早阔是提醒自己 晚阔是认真的反省 这功德就很大了 古人教给我 念经要消归自信 那就灵了 就有用了 今天 是读佛菩萨 从真如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真言 我们今天 借佛菩萨的真言 把自己的真如本性 也把它念出来 那就有用了 这叫消归自信 如其不然 你做不到 做不到就不得已而求其刺 四等的功夫 四等的功夫 四等的功夫是什么 是随文做官 细心的体会 佛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道理 讲的这些教训 认真的反省 佛所讲的善行 我有没有做到 佛所讲的这些物意 我有没有 有没有去犯 没有做的善行 努力去做 一净造的物意 赶紧悔改 这样念经才有用处 经念一遍 就是像镜子一样 照一次 把我们自己身心里面的 污染 物意 把它照出来 绝要念经才有用处 知道自己的故事叫觉悟 把自己故事改过来叫真修 每一天反省 每一天觉察 天天能够找出自己的故事 毛病 你天天在觉悟 集小物就变成大物 集大物就变成大车道 佛家经典里面讲开悟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懂得 不要把这些名词 术语 错起了 每一天做完酷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反省 天天之故 天天有故 苦开 这个人是菩萨 佛家讲 这人是神仙 这人不是凡夫 凡夫不知道自己有故 凡夫永远不会改过 所以凡夫永远在六道可轮回 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高进去 今天里面的教会 我懂得多少 是不是真懂得 我做到了多少 每天能够认真地反省 减点 改过自新 这样才有救啊 救自己 才能真正帮助苦难中生 所以修行人天天有恶处 天天发现自己毛病在哪里 把毛病改正过来 叫真修行 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 这真修啊 真修哪有不得实力的道理 真实的利益 你一定得到啊 真实的利益 就是智慧涨 烦恶 烦恼轻 智慧 年年增长 越越增长 烦恼 年年减轻 越越减轻 你当然有成就吧 要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